仅仅用一根手指就在30秒内戳破了4个椰子 打破自己在2001年所创下的记录 57岁的和师傅在众人的见证下呢 再度自我挑战 只看他摆好姿势之后 手指往椰子壳上一挑 再挑 便戳出了一个洞 不到5秒呢 他又成功地戳破第二颗椰子 警官师傅在击破第三颗椰子的时候 好像弄伤了手指 他还是忍着痛 以30.81秒的时间 成功地戳破四颗椰子 比赛场的观众大开眼界 我不知道他手指在里面 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但它真的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我认为他没有很厉害 可能他必须有很厉害的心 什么样的 那么再一点呢 首先NC5 肌带 所以他要表演的就是 脚踩生鸡蛋 真的啊 然后还吹口琴 印在鸡蛋上面 马上吹口琴 这样就完了吗 所以还要这个 沈师傅还要用棍子去打他的身体 真的吗 沈师傅证明给大家看 这没有棍子是真的哦 这没有做手脚的哦 这个木棒 所以当然提醒这些 几点小朋友们哦 也会经过专业指导的 这要打下去了 推作的写字是 新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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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格子 哎呦 我要小心点 这太危险了 要打盆哦 踩在纸巾上 谁打到我们了 注意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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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被这样的事服吗 哇 哇 哎呦 我又追过来了 快一点啊 哎呦 我妈考虑一下 这个反开 再一下 哇 哎呦 哎呦 喂 喂 哇 哇 哇 还有还有 师傅 所以宇士大哥你小心點啊 沒有 這一口心還給挨揍吧 這不簡單耶 哇 來看一下 氣功喔 氣功 可是他的 要平衡身體的這些力量好 哇 哇 這麼厲害 好不了不起耶 欸 這太厲害了 還沒完還沒完 還有啊 可是這 鄭遠維先生還要五指叉雞瓜 哇 哇 哇 厲害 很厲害 五指枯焚 還有五指叉雞瓜 哎呀 可見這個 我現在知道很多小朋友在家如果練樂器沒有練得好的話 就得挨揍 但是我跟你講 我覺得很多現場觀眾要看這雞蛋是不是真的 啊 這個要查嗎 要查 真的嗎 要查一下 你幫我拿這個杯子 沒問題沒問題 來你打個雞蛋 來我表演單手打雞蛋 這個要什麼好表演 這次我們要找人 對 真的嗎 OK嗎 師傅 荒角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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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角才 而且紅石還是用副棍機長嗎 要要要 老闆那要鼓勵一下嗎 好好地 厲害哦 好 好好地 這個小朋友沒通話叫手 那二胡 還是慘的話 一起提前 前面 來 來 點酒 你不要再打他了,他没办错 他的二胡摊都不错了 哇好厉害 好厉害 哇,还要 三根 哇 打千次打三根 真的吗 诶,想硬试一下 哇,了不起 哇 千锤百炼 准备 进攻 好,谢谢 这次掌声咕哩咕哩来自我们南华派的师傅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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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有何谅吧,我们的节目 也是少了一次吃啊,决议的一项功 那是成功 童子功的 童子功的 这个非常难得 是 要练这种功夫了 亮哥已经不能练成功夫 也不会用的 对 谢谢 好,这次示范的呢 就是 第一次 兴归探路 这是 从子功当中的一种 走路 而且呢 可以锻炼画部的肌肉 哇,好巧 这个是 一围渡江 当前呢 达伯祖师 来宣扬佛法的时候 听说 他是靠这一支芦苇 渡过了黄河 哎哟 曹燕灯 哇 哎哟 听而易举 哇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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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 这一次呢 是跟瑜伽非常相像的 这一次 三凤 曹雅 哎哟 你们脚发头后面耶 很厉害 哎哟 哎哟 软骨功哦 各位 帅 练习技工呢 除了可以强身电梯之外 蚊子功 也能让你延绵益寿 骄龙益寿 哇 好厉害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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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有两个拳头在一起撑啊 真的是铁头膨的意思 哎哟 要倒在 飞 要多年的磨练彩燃盆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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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做出力挺身耶 哇 有上升 很厲害哦 哦 哦 可以看到師傅呢 從小就開始比武 因為大家現在看到的動作呢 在家裡的朋友們千萬不要學習哦 真的是太危險了 哦 哇 好厲害哦 剛少說的師傅 那請問如果像我這樣的年齡還能不能練同始功呢 師傅說可以 因為同始功呢 除了有現在師傅示範的軟功之外呢 也有硬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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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